我在維園生活了六年 露宿生活是我心甘情願的選擇 慘不慘就好看別人 一般人覺得睡街都是很慘的 但從我的角度來看,就是一個解脫 不用交租,不用賣樓 人想活得快樂,必須像一個動物 一刻還有面子和尊尿的包袱 一天都不用快樂 在這裏面上,我非常在意別人的目光 在我離開宿舍,我真的要露宿 和平時拿到綜援之後 要去吃二手飯 更加對身邊的感覺 就越來越明顯 包括對人怎樣看我 這是一個很強烈的轉變 我現在的主要食糧都是靠吃一秒的 每天都有一些免費的食物 派出去給人吃 你吃幾次就可以 吃多少也不管你 你吃完,他不會要求你有任何回報 我的生活和動物沒有分別 唯一的分別是 我還有知識的渴求 我需要去圖書館去看書 上網 我不是一個吃飽就睡 和在圖書館吃東西的人 我是一個blogger 我經常說一些我平時的生活 街頭撿了什麼物資 比如人家給了什麼物品 我 Facebook裡面的朋友 他就給了一張足店的儲值卡給我 那儲值卡裡面就有184元 那我就帶來一位老叔姐去 那天很幸運 就是大家可以叫到57元的食物 你想真正的開心 你自己的健康也不夠 你還要有一個分享的心 我會預留一些時間給大家發問 大家可以看 每個星期我會搞兩天的所謂無家者道上庭 我會說說一些椅子 很多椅子都是不給老叔姐睡的 這種就是 它就不是把所有椅子都變成這種椅子 它就預留了有一些椅子 是老叔姐可以利用得到的 這裏其實是幾公分的 因為夠黑 還有有一個蓋子可以遮到雨 可以遮到雨 沒有用的 因為你給我一個行李箱 我放不進去的這些爐 其實我想過的 就是用行李箱好 還是分散這麼多袋好 當然是分散這麼多袋好 我可以用得到這些 你每一刻是質疑過自己在做的事情 沒有的沒有質疑的 因為我現在覺得我的生活是完美的 是最理想的 想問你出了名後 如果你的家人會回來 不會的 如果是找的 就早就找到了 我和我家人 基本上已經完全斷了關係 中間是沒有任何的垃圾 不會有任何的 你所說的這種情況發生 就是一早已經講到明白 不會的 因為至少我和家人的關係 都是很淡薄的 脫禄親 聽起來好像是很淒慘 沒有人去關心自己 但原來脫禄親 它有一個很重大的好處 它不會令到你被身陷情困 那不是逃避嗎 你可以這樣說的 譬如你認為是逃避便是逃避 但我認為是一種乳房 我就認為是乳房 我一個人都很開心 我不需要依賴別人的情感關懷 我那時候會怎樣呢 我不想的 一切都是平天由美 垂雨而安 可能我會回復以前也未定 但我有一個得著 我曾經經歷過這一步 變成我的心境 能夠調色到我現在的地方 即使我現在回頭 我做回事 我過一些普通人過的生活 我不再吃二手飯 也好 我也有這種能力 你其實是會有一個成功感的 你會開心 能人所不能的 你做到的人是做不到的